温身酒气看到远景又更气 下场被压制在地 他的同伙还在叫嚣 一群人不久前可是队员动手又动脚 事发在新北市新店碧潭风景区附近 11号凌晨3点多 当时一群人唱完歌 坐在路边喝酒聊天 看到被害人和朋友从一旁KTV借厕所离开 对导演一瞬间觉得看不顺眼 突然上前攻击 导致被害人被捕被抓伤 警方或报道场除了将人保护管束 也依照伤害罪来移送法办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新北市报道